那陳泰這裡 目前來看 應該不會換成第二套 應該是正邊續打 理論上是 那可以稍微分析一下就是 法師這邊這個換牌的動作很明顯 他想要更誇張的去懲罰這個鋪場 當然也就更扛嘛 這邊直接要開標 不過從陳泰的手牌上看起來是不太舒服 我來看一下 我來認真看一下他換掉什麼 因為其實他放這些啊 我自己覺得在打獵人其實沒有非常的 就是對症下藥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因為正常來講 你多放什麼也 你沒有辦法阻止獵人開上線 然後獵人基本上也不一定能阻止你開上線 所以這個對局其實蠻建議 有時候我自己在打的時候 就是前面前中期只要沒有被發生 做到太誇張 然後後期就算有兩支到三支 我吃一點傷害我可能隨時就會變了 或者說我可以 我可以再去做別的事情 那也包含有一個很大重點是 你有現在開始有放印記 對那就看你自己怎麼取捨 當然這邊是沒有配 所以這有可能會 也會是一個關鍵就是 我自己打我感覺好打 但實際上他的這個帶牌不會好打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事 那我來看一下他這邊氣調的是 有人目前看起來還不錯 一個抽元素的嘛對不對 然後你看看都大概唸一下 然後比較關鍵應該是 安東尼哈里遜跟口袋 這些打這個獵人真的太重 就基本上這一個對局用不到的牌 我這邊拿得不錯耶 你是指哪一張 中右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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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時候你射不一定射得準嘛 那如果說你六六自殺完 或是什麼 稍微有大哥大的稍微送一下 那補傷害還是很厲害 然後你的衝刺又多 所以這個可以取捨一下 我要換掉嗎 這樣子就 通常這個節奏打到這裡 所以 法師已經開很大很大的 你沒有任何給到 台面的壓力 會嗎 這個對局 我自己比較傾向是要用撐的耶 羅列的這邊嗎 嗯 我覺得幾乎撐不了 我是覺得撐不了 你說在那個run還是會爆炸是不是 你前面沒有給到壓力 其實沒什麼 你撐了也沒有什麼用 變身那個回合很厲害啊 十回 有點太慢 有點太遠 有一點 你變身完你台面了不起 好給你強一點 四個五五 然後一個動物夥伴 然後我可是我不用十回 我直接切一波 我就是一排八八 然後我還有冰台面 就是你變了我都不一定會被你翻 所以就要看卡德加那一波什麼時候做到 所以這是但是目前我跟你講 當然他的過牌 剛剛密碼智利已經過得開心了嘛 然後拿到東西又多一套餅 所以其實東西是很足夠去往後打的 現在再看下一張 因為這一把我覺得比較尷尬的地方是他比較沒有 這個陳泰這邊比較沒有得選 對啊 因為他感覺真的是只能好好就是 打慢那邊了 對 就是如果能重來他也不會希望 長這個樣子 沒錯沒錯沒錯 他能夠 當然我們不要講最好的 中 連中間都已經快要沒有做到了 嗯 他在那一個回合 TEN3吧 去被迫要去按那個最終 因為沒有更好按的 是 而人家卻可以丟一支這個Sneed Snap 所以 法這邊 所以剛剛Bloodtrip他那個動作 完全能夠陳述一下現在這個狀況 是 他很不舒服 而且 其實我還是有點不習慣一件事情 你說 你看 就是以前都會覺得說 以前Blo 3啊 慢慢打還有 Blo 5啊 現在這一把已經 就是不能再退了 嗯 對不對 Let's do this 再考慮要不要裸丟這個巨人喔 如果有的切這邊 應該 很難不直接切 嗯 對 因為你現在也才 如果假設有切 的邏輯很簡單嘛 你這邊也才6 你要等到多久才可以 直接做到 雙切 那這 真的沒必要等啊 那這邊 哇 死荒者也不打算動 他一定要 優勢交換到東西 他還不要換這個小貓 沒有可能怕被衝 衝掉之後 製射就穩了 嗯 對對對 所以先躲 這樣子就是看那個 可能可以扛一刀嘛 OK 他有防一個但是 我這裡也是不遠 製射兩次 有 倒有防到 但是 Blo 4的第二個是 追蹤找來 我直接告訴你啊 沒事啦 我也沒考試 對不對 一個心靈上的安慰 你說我只有一張毒50 然後我把你的白具人射掉 就是 你如果在打梯子的話 我在你對面這樣子按 你可能桌子已經敲下去了 然後呢 第二個又射出來了 第二個射出來的時候 你怎麼樣 你扳手拿出來桌子修好 OKOK 心態就不會崩嘛 這個很明顯是 還是有怎麼樣 還是有一定差距的 那肯定的 那肯定的 OK 這邊 花式解 然後養一波 可以 而且剛剛一個極速冷凍已經看掉了 兩個53 當然 當然對法師來說 養土狼本身不是一件害怕的事情 最傷的是 剛剛他的 切的目標沒了 是 然後這時候切進來 那這要切 對面的嗎 應該是切 五倍的CP值很高啦 嗯 是不是 隨便都有一個很大的66 嗯 先 呼吧 哇 這樣其實蠻有搞頭的耶 其實快打回來了耶 那肯定的 就從剛剛那個雙自射那個誰 兩邊都搞什麼過著 你有防 但我讓你 防不了 這裡 選擇也是挺多 321 然後 又或者是 犀牛 可是 好啦也還可以啦 應該還是有東西可以直接Buff 就是直接加3加3 怎麼直接找 然後 等一下等一下 有點想要拿加 因為他如果這個不拿加的話 好像什麼時候 就是都還沒有Buff過 好 喔 選擇是撞完 再重新把它養大 他把血也拿掉 然後剛才那個也沒有用 兩者的差別是什麼 一個是 他馬上可以去做檯面加壓 就是如果三貓的話 但相對的就是 這個加壓其實很容易變得沒有意義 這個我自己也是不太 覺得不太樂見的一手啦 因為你知道切還有一次的 所以你那個真的做了135 這邊很有可能就是遲疑切 對 打的如果再夠細一點的話 你還是可以先把另外一次也是會解掉 然後你再切 你就不會有在土壤重生的問題之類等等的 那 第二個重點是 你選那個三貓 因為你待會很有可能要變身了嘛 所以你那個動物夥伴就少一張 或是家家也少一張 對 這是要考慮的問題 所以我自己 還是傾向於 這個 就是多去累積一些法術 因為多洗一張是一張 如果 像你剛剛那樣講就好 就是只是被切 就算了 你知道嗎 關鍵現在還被秀了一波 這波還被秀了一個用滿手牌 就 對 這 剛才 被切結論來講都是非常好的結果 對對對 跟現在比起來被切已經算很能接受了 但是 我只能講說被切剛才那個還可以就是稍微躲一下 對 因為 那個真的是 就是一個 以知之訊嘛 對啊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稍微 就討論看看 這邊稍微開始測一下 好 把板把鈕都測完 然後再設一個分靈幻象 也不是 我覺得陳泰剛剛那個選擇無可厚非 就是 當他知道他 這個檯面 土狼 還能夠威脅你 我不保住這個土狼 以他這個禁牌 因為他已經忽完了嘛 是 他只能去 等右手的話 他不能讓這個檯面直接送掉 當然最後還是被對方 了解 我只能講就是了解 對 因為他只要一旦放掉 就 再拿回來的機率就很低了 就主要還有一個人 大眾也是看他想要往那邊打 嗯 對啊 唉唷 這個近火風暴 也是有點東西喔 把新界獵器給的垃圾都甩一甩 就有一個放狗 三隻 嗯 犀牛 不過這犀牛是 DASTO 這邊有撤到 企劃 好像很難耶 因為如果待會變的話 那個時候會有很大的檯面壓制嗎 各位如果對方有檯面 也有很高的機率會有一堆狗狗 可能那 就只是一堆狗狗一樣 對 就是一堆狗狗反而是很不好 因為他放狗已經放兩次 對啊 因為正好我們都會希望說 就 就基本上拉 最多拉一次啦 嗯 對啊 那不然第二種情況是什麼 是希望說自射發生在前面一點 你至少可以有機會先把東西射一射之後 你再 你再開始 那個 舞舞開始叫啊 動物慢開始拉啊 這樣子 這邊 這邊 四張牌庫了 釋放野獸什麼都沒做過啊 東融 東融伴也沒做過 所以是 所以是主耳機釋放引獸 兇暴恐嚞它是 兩張 氣了一張 所以應該還有一張 東融伴氣了一張 對 所以就各一張 看來他六是一張嘛 六沒有七掉嘛 六四三各一張吧 如果沒穿最後的話會長這樣 還有什麼武器嗎? 沒換嘛 所以武器是不是也還沒看到 那這樣張出不對啊 那剛才第一張追蹤要看到 我都忘記第一張追蹤掉了是不是 喔 燈火班有掉一張啊 那應該是五 因為燈火班他有翻一張出去 我記得 那就是4 2 就是這個加加嘛 加加跟武器 然後還有66衝4 哇 可是這樣的主爾金 其實非常不強喔 他還要 就只有解場沒有戰場啊 一定要騰空間去做 那個 等一下最好就是6加4 出來然後去解掉 然後戰役是大的 然後再繼續打6 然後再主爾金 上帝私腳也可能來不及了 嗯 這邊直接開 其實下一回合你 你 基本上這邊沒有 等一下沒有轉上來 把東西全部射一次 有點涼了 好 這對一個受傷的目標 就要造成 點傷害 對啦 不過你講的也沒錯啦 他最好 當然希望是這樣 可是 還沒要爆開了 對 哇 到最後是2比0 9-6的晉級到季後賽了 是 可是這場怎麼感覺 大家就稍微開始認謹慎了一點 我覺得這把他就是 手牌夠好 支撐他 花式秀愛 沒有 那一手我覺得可以 結果來說沒差 你知道嗎 嗯 只是只是就是如果說 可以討論一下會發生什麼事啦 大概是這樣 那個其實老實講 你說他上次腳也是 那你說那個要不要做 其實也都各有牽球 因為 那邊如果去做其他的兩個 你動環要賭 你要賭要翻到對檯面 立即有效果的才有意義 嗯 那 加加的話那邊檯面解不掉 所以你看要把你的戰線拉長到多長 然後 然後你如果把那個加加往上抖的話 你後面 因為結果 結果論來說是 我們上歷史腳看到法師都沒有大怪 對 但 千萬要搞清楚 如果 法師下大怪 然後另外一邊獵人因為他加加 所以把他的這個結場法術洗掉 就是可能排序打亂 嗯哼 結果他抽到一個東西 可能 有一個那個土狼拍下來 喔 會走到天邊喔 會直接被優勢交往人巴巴撞 然後直接在前面 對 所以 這個東西就是 他有點上一次腳 這是 這是絕對會 絕對要強調的 是這樣的 絕對要強調的 所以 就 也不會說他老的 就是說 啊 怎麼 他就是選這邊啦 就是選土狼這邊 不希望 這一個 大怪讓你搞不定 所以 所以他是想要是這樣子 我覺得他的戰略就是 那邊解掉 然後後面抽到6 所以就射擊加那個6這樣子 就655 然後自射 這樣至少台面先扯起來 就很可惜那個 太慢 心太慢 對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然後我就帶回來 前進 是一種本能 走向更遠 走向更好 讓自己成為 你想成為的 一個人 去探索更多的可能 只要你繼續向前 世上沒有道不留的地方 歡迎來到 盧斯戰機亞太巨大師職業賽 跟著大哥走 好的觀眾 歡迎回到盧斯戰機亞太巨大師職業賽 我是祖寶寶 我是賽平七段經 好 本身賽事是由三零名字 必須MOTOS圖下贊助 Drive Ambition 超級夢想 前進吧 接下來是 也沒有接下來 接下來的 都是 無關痛癢的對決了 真的嗎 就是打得過癮的 就是 這只跟那個 這個有關係的 不用那麼緊張嘛 對不對 對對對 就是開心的 對 我唯一擔心的就是 怕最後一場的 辣個男人 又突然失臉 他如果失臉 就會應驗我們跟小曹昨天那個 對話紀錄 哎唷 對 就是我們兩個 不知道 我們幾個 不知道在那邊等幾點的這樣 希望不要 對 希望不要 接下來這一場是 Glory 對上的是 Patra 那是一個 這個賊戰 那我們也有算過 在Typebreaker上面 Glory贏下了這把 也 沒能夠再改變 他自己的命運 沒辦法 其實很 其實我老實講 這個 這個賽制在這個層面上是很公平的 但我現在想一下要怎麼去陳述這個事情 OK 不然很像在Diss 這樣聞到嗎 I got this 我舉例 我舉例 假設有一個人戴了一個牌 他剛好被全世界Counter 那就是說 因為我最後打到他 所以我積分之 因為沒有 你本來就是 你在打到他之前的戰績 正常來講應該是要 就是本來就會長這樣子 就大家打的場數是一樣的 對 你本來就少贏一場 所以 所以你 你只是 把這個該拿的東西拿回去而已 嗯 你懂意思嗎 這個在 這個在對局上面來說 不會有多大的差異 是因為 理由是什麼 是因為 假設你是先贏他的 也不會 你贏可能 有些人會覺得贏0-0的人 跟贏個0-6的人來說 可能差距會很大 但其實幾乎沒有差距 因為 你贏完他之後他一直輸 也會一直在低減你的分數 因為他會發現 就是那個 這算分系統 你會發現你贏了一個 就是 不太 不太 成績不太好的 就是可能 那一次表現不是那麼優勇的人 但那像是 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就是在之前的那個 HCT的那個世界選發賽 有些 那個賽制是有規定 0-2 0-3是會直接被判出場的 理由是什麼 因為我怕你 報仇心態 我贏你的 對不對 應該假設這樣 你贏我 我不爽 我就故意輸 0-6你也下去 哦 就是 怕人家覆仇心切 對對對 所以在那個賽制裡面 0-2 0-3 就全勝情況下 確定五元晉級的話 那個系統 就會踢出去 系統會直接把你 鎖掉 直接把你踢出去 對對對 這就是 為了一個公平啦 這也不是什麼 剝奪你比賽的權利 或什麼 也不相信 不是不相信 你是為了大家的公平起見 對 所以 所以講回來 就是 就是會 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當然 當然選手的那個 也在 因為畢竟那個肌肉賽 也不是大家來嘻嘻哈哈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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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也都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 因為 就是 將近比心嘛 換作間是自己也不想要冒這個鞋 因為大家都是很謹慎 準備了幾個月 然後來到現場 對不對 只是這樣講 就是 當這個 賽制丟出來的時候 就沒有對誰有利 對誰沒有優勢 因為 所有人都要遵守 對 可能 你原本是有吃到甜頭的 因為這個賽制沒有吃到甜頭 你也只能摸摸鼻子 對 你也 因為你不能永遠都是把自己當成受害者 來看這樣 啊 那 最後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 怎樣只要挺 怎樣不用挺 就是 他有沒有輪到全部人 嗯 有輪到全部人的話就不用挺 但因為瑞士之不可能每個人都互相當 沒錯 所以 他就要挺下來 嗯 對對對 這是一個很大的那個見譜 跟大家分享 因為 因為 應該蠻多人都有聽說說會被鎖定 其實是因為這樣的一個原因啊 嗯哼 不是說什麼你在那邊浪費時間 不是 是 是怕你影響到前面 還有希望的人 對 那沒辦法 好 那這邊 這個對局我們剛才有 有看了一次嘛對不對 這對局其實 我是還沒看啦 我是在下面看 然後 正邊來講的話就一直都是戰士 戰士現在打這種賊 除非 就 這也之所以為什麼賊要預防過 不過就要看他到底有多厚 厚到什麼程度 可是 TATRA今天 他這週帶的是完全沒有往後的地方去走的 他今天的背牌 因為我們昨天其實也有討論過了嘛 他的一個背邊是拿來擋快人 一個背邊是拿來打法 他真的沒有特別來打戰士 所以他只能用正邊來打戰士 那很簡單 那就像是第一把剛才那個TATRA在打SRENDER一樣 就要像SRENDER那麼兇 TATRA打只是壁子衝 是這個 FLURY打SRENDER 不好意思 就要像SRENDER那麼兇 然後去製造擠壓出那麼一點空間 對 那 看有沒有機會 剛才那個雖然說最後也沒有贏 但是他第一把正邊打正邊那一場 長的狀況就是說 好像壞贏了 就差那麼一點點 嗯 對 那一定要去把那個機會碰撞出來 才有機會 對 有看到講說現在就是TATRA跟Glory搶最後一個名 沒有沒有沒有 Glory已經沒機會了 嗯 要跟大家解釋Glory是已經沒有機會了 因為呢 很簡單 因為Glory剛才在一開始的話 他跟那個TATRA的戰績基本上就是差一勝 嗯 但是呢 Glory贏這個 現在他的這個對手PATRA的話 他的積分是不夠高的 對 因為 因為他們本來就只差一 他們本來差一截 想要用這場的勝場去彌補 嗯 彌補不夠 然後 除非要TATRA輸 然後Glory又贏 這樣是唯一機會 但剛才TATRA已經贏了 所以如果假設都贏的話 還沒機會 對 對 這邊直接 開B 一個10-10 嗯 Glory的表情為之一亮 通常這個時候都只能起到有辦法分段結喔 手上是只有 這裡秀一個啊 這裡頓猛直接吹吹下去啊 然後下一回合就把它拋掉 對啊 有頓猛嗎 沒有很像 很 很不像 喔很不像是 對 那下一張進頓猛也沒有用了 這時時注定是要往你點上去的 只是現在的考慮點是 要按誰呢 按一個閃線我看一下嗎 對應該是要直接閃 下一回二閃 因為你那個一流不流沒差啊 嗯 唉唷 自排了 這什麼東西 指揮官 沃爾吧 這叫沃爾嗎 COPPY你手上裝的老公 欸沒錯 零作用 零作用 應該那茶水小地差不多啊 什麼還有這種東西 哇 哇 哇 晴天霹靂的一個消息 哇 因為他用了一個詞 跟觀眾朋友我們報告 嗯 我們剛剛算的那個是從分數上算 嗯 但是我們忽略了一件事情 我們只算瑞士製分數啊 我們只算分數 發現了一個東西 Glory在這個歷史對戰的時候 是雙殺Tiler的 嗯 就是Tiler在他面前是不值得一提的 沒這麼誇張 只要Glory贏了 他們在那個時候都是八勝 那我們這個比較的順序是 我八勝你也八勝 但是你兩 你跟我的對陣組合是你都敗給我 那就是我禁 我們就不看分數了 看分數是最後一個選 那個選擇 所以Glory這把要禁擊要靠他一個 可是現在有一個 原本想說這個十十大範出來 只是你知道嗎 就是欺負人 現在這個十十大範要直接 送Glory下去了嗎 他這是一個怎麼講 那個 Tiler的那個賊的意念啊 其實老實講這個規矩也不是說很 這個規矩其實蠻常見的 就不冷門啦 有看過了就是 就是當兩個選手要challenge的時候 就PK他們之間就對戰 對 這樣就好 這樣又好看了 原本我們 我最最擔心就是 剩下的時間是 無關痛癢 只看五百塊的時間 OK 但現在為什麼Glory要下到吃手肘 因為他這把沒贏 就無緣肌肉賽 沒錯 對 好不容易雙殺了Tiler 他找到一線生機 這把要贏下來 然後麻煩你一定要認真的守住 Hatchel這邊 有沒有 他如果前面先打個先1比0 喔那 壓力就真的是看他有沒有那個 檔次要往那個黃金走 沒錯 這個地方 先解一半 看看能不能 下一Term 這個 這個檔次夠高三張拿得到吧 拿一張就好 也不要多 拿不到的話 狗偷露嘴或者是狗偷軟石油了吧 還想要跟我3-3撞3-2 然後炮上炮5 是大飯 他一張就就修到 就直接搞定了 但是為了給你尊重 我還是要看第二張 對不對 他如果真的在不行的話還有怎麼樣 還可以以太Rap折唱的那個被刺出來 OK 如果要這樣花式秀的話 如果真的沒辦法的話還有這一招啊 嗯 你說他扛不住是不是 他這個心臟我看是有點難 喔他這邊打一個那個 他這邊應該想下機械吧 現在會不會走4加3 我覺得這樣好 我覺得這樣好 就支援還會再更豐富一點 看了一圈我覺得這個鯊魚之靈 留給無賴很過癮的 所以這邊 重點是現在他如果直接打無賴 有牌要斷了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重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嗯 我摧毀你的心智 我就是那個一張就拿到的人 我還以為你要講啥 比如說什麼 不是 這個地方還有一個點就是鬥毆的部分 怎樣都細算 因為那很簡單你看 我如果拿三張 我丟那一張出來 確實如果左手就是第一個拿到 我看 你會覺得說你中 一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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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覺得他 對不對 所以先看就不會爆炸 然後你會覺得說 三張拿到一張就進去 嗯 但即便那是第一張重點 這是一個心理學系的事情 你也略懂一點東西是不是 就是 我第一次拿到理論上吻塞 然後我後面二十都沒中 但是把我這二十沒中記憶告訴你 你不會那麼難守的 對對對 對 這個概念 國際上概念是這樣 好 遊戲結束 有喔 我感覺到這個 我們也是那個喔 我們完全是 想看歌肉一下去是不是 哇這邊 哇沒想到是直接那個 不過那個判斷還是不錯的 就是 你說 下棋率去合體這個判斷嗎 不是不是前面前面 前面一個round 你說前面哪一回合 不是你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沒那麼嚴重啦 一比零一比零 一比零一比零 可以啦可以啦 他前一首的確是 這個這邊有做到 那邊有訪到 對對對 然後包含你 不管是物理的還是 這個心理的傷害量 都直接做不得了 當然啦 我就是那種 不用努力就能成功對不對 對對對 那個拿那個狗頭誰受得了 沒錯沒錯 對 PATROR選擇 想不到在尾盤的部分 還能夠整個拉一波高逃 不過還是很緊張耶 現在還不好說 因為如果剛才就這樣講起來的話 是有背牌在打沒背牌 對 不知道為啥就是 觀眾都 這就是一個話題性 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大部分的觀眾 就突然站在PATROR那邊 真的嗎 他們可能也不是不喜歡Glory 或者也不是特別喜歡PATROR 但他們就喜歡水鬼 所以 他們喜歡看下去嗎 他們喜歡看水鬼 那沒辦法 對他們就是看熱鬧的 你知道嗎 不是總 因為 你知道嗎 這也是經過測試 看人家下去總是 總是過癮 就是 沒有 人性就是這樣 對對對 你知道嗎 就是好比說 可能我一直被那個 就是打天梯很不順的時候 他們 我跟那種可能很開心 對對對 大家都喜歡看那種 就是我的開心建立在你的動物上 沒錯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再回來 來 前進是一種本能 走向更遠 走向更好 讓自己成為你想成為的那個人 去探索很多的可能 只要你們繼續向前 世上沒有到不了的地方 DRIVE YOUR AMBITION 可能 我愛媛 我愛媛 尊重 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来到 武士战绩亚太区大师职业赛 跟着大哥走 大师职业赛 现在1比0 啪耍这边 想不到 没有带任何针对战士的背边 可是正边先移一把 也就是说现在格务已经满头包了 满头问号 主要是大方有秀学来放在就长那样 不过这边我看一下他这边就要杀了 而且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就是我要讲完这一句 他没个话 正常来讲 作为一个带战士的选手 从没想过我这边会打出去你这边 真的耶 因为我也没有被边 那当然之前有遇过 怂 怂逼 你懂什么 很怂的人 我记得是雅图姆虽然说他有晋级 而且还是以小组第一晋级 是 可能他那是靠法输嘛 对不对 对他是靠法一进去了 对他拿战的那一周 他也是被大半打怕 我记得是他吧 就是直接换成 没打怕怎么还会玩我一下 直接换成这一个背边 就是有破法者这边 破法跟这个王牌这边 然后起手流王牌 我记得没错的话是他 他直接起手流王牌 打到这个起手流王牌 怎么样 不是 然后还是输了 其实我 我有点难过 我听到这个我有点心寒 你可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 他就是有点故事 你知道吗 就是被一个大半 直接 你看到那种像起手流下来 你真的会想跟他说 有没有告诉你 你经历过了什么吗 经历过了什么 我们曾经历的事情 我觉得那个选择 其实有点失了 眼眶 我们失了我们的眼眶 失了他的水准 真的 因为 就是 因为亚图姆平常给人家的感觉 就是身长不露的一个 顶级玩家 嗯 但是他在那个情况下 居然选择退 而且不是退一步两步 他直接退到 就是 不要再打我了 悬崖边的你知道吗 说在角落色色发抖 真的 如果我认错 那我跟亚图姆道歉 但我印象中是他没错 没事没事 就是有这样的 没有因为 不管是谁啦 就是说 他带一个这么硬的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哦 他应该是经历了一些故事 对对对对 对不对 这一把 手牌就很过瘾了 对Glory来说 当然那个 这如果就这样来讲的话 就 基本上就矛盾大家对决 但但这一场 这个对决很重要很重要的地方 那一颗硬币 千万要看出那颗硬币的走向 就像你说的嘛 那颗硬币 虽然说 一来很 一来虽然说本来就可以多抽啊 然后可以怎么样 但问题是 那个时间点在打钻 是刚好就卡上那个节奏 是的 对 不然你有时候让 像现在他可能 仰赖后手 或是被硬币 然后民兵两次 这种情况下 那很危险 尤其是现在大家都还蛮会去 前面去直接抽冲刺 那两次 在两次民兵的情况下 可能民兵残血 我用虎的 最后两只民兵 撞你一只 可能那个 罗罗棒 这一种情况 阿里奥马 这边准备进泡蛋集团节 所以 很有可能在 谁能先下怪 然后先站住台面 就会决定谁死 可以有一种中期的节奏 这样子 所以 很关键 那一颗Coin很关键 那一颗Coin 对 你讲了 反正你昨天就有提过 他还拿两个城镇中宝院 就是 我 后手拿硬币 不一定比较舒服 但你不舒服就好 对对对 不舒服就好 这边拿了一把大砍刀 这个 对部剑8的师姐 耶神 这一盘很简单啊 准备看下一把 好 我说是1比1的下一把 不是下一个职业队 这是下一个选手对战 这啥 这啥 折难是不是 最后边是比较折难 幽光之灵 然后 就那个乃德会用的嘛 这个最左边 对对对 就是新卡 这个是比较新的 打二货回五 嗯 最右边那个 是叫折难吗 好像不是折难 你说最右边这个啊 对对对 我怕我记错 但是 应该是吧 这张牌 平良心讲 就是没人在用 跪姬喔 为什么是跪姬啊 我懂了我懂了 那个 饕餐自由配的梗 呃 我怎么听不懂 我记不到这个梗 就是 就是你来念念看 这个字怎么念这样子 哦 饕餐我知道那个词啊 对对对 嗯 所以 人家是念那个嘛 饭餐 饭餐自由配嘛 就是用两个很像的字 来给你看一下 嗯 所以他们在那边刷跪姬 我才搞这种 不过 不过我那个 我那个也不是书母的 我是玩别的游戏 有看到这个 那肯定是 对对 因为其实这一首 挑了一下 刚刚那个很难选 因为都是垃圾 嗯 就是真的都是垃圾 没有 主要这个还是扯在先后手啊 先后手这个 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嗯 你看现在变成是说 呃 一般来讲是盗贼出怪 战士硬跟 长这个 逻辑会是长这样子 嗯 但是现在是 现在的节奏是 我单纯出给他解而已 嗯 你没有给对方太多的那种 就是他一定要做取舍 才可以跟回来的那种情况 嗯 难道这边又要 这边直接又忘记你开秀了啦 要就现在 不然我看是很难有机会 不要再被动了是不是 嗯 直接出招 要你就跟 不要你就 下去 因为 我在想 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 他当真途对面先按 对不对 嗯 然后呢 我在说在这一段 是已经大得厉害啊 但这前提有几个情况 一来不能变身 不然你还会被弄破 啊 没错 啊 没错 那你当然说是已知 但你那边不按 你节奏可能就断了 啊 这一点 啊 第二点是 你在不按这张牌的情况下 你要多久才可以要到他当真途 我觉得不可能 你不如直接拼了 因为 因为 用躲他当真途这件事情 根本躲不掉 如果理性分析 根本躲不掉 除非你可以用騙的 有时候 呃 我昨天防什么爆 防烈焰风暴 那麻烦你告诉我 他要怎么样 搞烈焰风暴嘛 不然这个防没有意义 就 邏輯上会是这样 嗯 如果不是这个对局 那还真的有 真的得防 因为我们昨天 已经看了很多奇奇怪怪的 烈焰风暴 真的啊 真的啊 或者是 其他的魔术 但战士就是号称 有可能 不吗 没可能啊 因为就算你走管理员 管理员 管理员能给你什么 哪里的工报 哪边 我只是举一个AO 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 如实是没有不可能 我以前 没有只是你没有想到 对对对对 我以前相信科学 直到我看了 在座的RNG 大神本之后 我都发现 我太 我太 渺小 我只是基地之外 你知道吗 世界好大 但是其实很多东西 我们没有想到 我们局限了自己的想象力 你知道吗 但还是很多 比如说什么 随机生成法术 再怎么样也可以 阿州送过去啊 嗯 他选择是 走脸啊 直接 哦 Glory表示 It's a challenge 那I will challenge you 真的啊 你要挑战我 我接受这个挑战 这边是直接开拼了吧 嗯 不过也是够疯啦 正常来讲 他正面感那么疯 也完全就是仗着他手 那 那 那看可以换到多少血嘛 不过我还是觉得 我这个没拼就有点可惜就是 因为很简单 越晚拼就越没希望 这是绝对不便的定力 哦 所以刀选择火 还是这里要再秀一个 就再打下去看一张 这边拿一个群体buff的 哦 这里不演 好 那就看起来是要翻刀了 可是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样子其实没有意义 哦 我必须老实讲 比刚刚做还要差啦 刚刚做还有点东西 你不如找点拼嘛 嗯 刚刚好像几回 三三五回还是四回做嘛 你现在这样做 欸 喂 哦 你疯 我又跟你疯 诶 嗜血树拿一个起来我看看 来来来 咆哮咆哮咆哮 诶 嗜血树拿一个我看看 咆哮 嗜血树拿一个我看看 咆哮 嗜血 神灵之魂 这边证明自己的档次了 没错 BUFF的 这什么东西 哇 很像 那那那是什么东西 所以 选择一个友方说到五五的分神 这点是我的其中一个 是吧 对对对 是 但是 我不知道是干啥的 拿了个切哦 拿了个切 拿了个切好像有点东西 不是 我原本有没有要开秀的 对 刚才那个 刚才那个也不解干净 也都好凶啊 好恐怖 他们怎么都敢这样玩啊 他们的故事还不够多啊 他们没有像你一样 经历那么多大风大浪 他们的故事真的还不够多啊 还是去切那个四肺 我那 我那 我前阵子就不知道 就是 我前阵子有一个事情 也是被大家讲很久 就那个 我那个圣旗是带两张螃蟹嘛 嗯 我被那个鱼人杀打得不行了 然后大家也很奇怪 很奇怪问我 我那天看了一下我的VOD啊 连去市场都被硬币 然后出二二三 身体去掉手 然后市场里面有三场 我转头怪我压末日啊 三场末日都死了 就直接剧毒 就怎么样 那我不生气他这么秀 我生气是为什么我都拿先手 好 终究还是骗了个 插上真图 给尊重 但公式也断了 鲨鱼之灵要来了吗 没有 哦 但是还有点东西 但主要这边就是慢到有点 流汤 呃 因为他中间的过程中 等于是给 给战士那个嘛 就是 现在变身也变好 台面也解掉了 他如果早一点变 那很有可能就是 呃 你可以给出台面的攻击力 嗯 那那边变身是一定会负在家 而不是你还要那边求神拜佛说 再给我一张嗜血书咆哮 嗯 对吧 就是 就如果说他没有把握 一直一直强调 没有把握拿那个AOE 麻烦你当他没有 不然 不然你被手躲不掉嘛 因为对方交不了啊 嗯 对啊 所以你那一首可以再 再想一想 再拿一张了吧 就拿一个吧 你不打 你也 没有更像样的台面 但是这个丢下去 看看这张四战 再看看上面那个天神记 再看看这个四战 又突然不是很想打 还是打可波鼠好了 可波鼠给你pew 我还觉得开心一些 火球 麻烦你直接切了啦 不会是这样 如果这样看来看去 这么不爽的话 双身法路先切一个再说嘛 是